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其实是刚好符合我们刚好可以接这个时机来进驻西门商圈 摊开西门丁炸物地图 有鸡排店 连锁速食店 还有传统炸机 韩式炸机 业者逆势抢进西门拓点 商圈业者坦言 没有观光客 伴手礼类 店面撑不住 商圈转型餐饮内需为主 估计代租代售加速约155家 其中包括16间上亿元店面 商圈终于盼到日本连锁杂货店进驻 景气寒冬 炒热话题 它是24小时营业 那目前的话是台湾唯一的店家 那当然现阶段而言的话 国内的消费还是主要是靠一些国内的民众来去做一个支持 所以如果说是以这个店开设之后的话 我们会认为它对于国内的一些年轻的族群是会有一定程度的吸引力 那当然对商圈的一个来客量也会有明显的帮助 明镜带动地方共融 能否扩及整个商圈有待观察 根据统计 西门商圈控制率略为下降优于东区 商众认为与其等待民店即刻救援 还不如疫情退散 解除边境管制 才能翻转西门丁 307位中文报导